Let's get going 点火发射波音太空船 星际飞机CST-100 在美国佛州周三早上10点52分 顺利升空 波音经历两度在发射前 分别因为机械故障和电脑系统故障 临时喊咖后 终于成功将星际飞机送上太空轨道 星际飞机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六款 成功上太空的载人星星太空船 这次发射成功也让波音公司 可以追上SpaceX公司的脚步 渴望成为太空旅游业的两大龙头 波音太空船上的两名资深太空人 将在起飞二十四小时后 抵达国际太空站执行围棋一周的任务 其中威廉斯成为执行新太空船首度升空任务中 第一位女性太空人 尽管波音公司成功上了太空 不过在航空飞安方面面临的信赖问题 依旧没有解决 即将离任的波音执行长凯尔宏 预计六月十八号将出席参议院的调查听证会 回应对于波音七八七与七七七 偷工减料的指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